底下呢 我们有一篇的信息 我们看这个 它有一个跑道 常常我们爱我们的儿女 父母爱儿女 常常说 不要让我们的儿女输在 是要赢在起跑点上 但是呢 我们都没有去注意到 他们却输在终点 赢在起跑点输在终点 这是跑不懒 今天我们弟兄 要借着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如何迎战人生的终点 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跑道 接着我们欢迎王先生 弟兄 弟兄准备好 各位朋友好 王先生 今天能够在这里 跟各位讲讲这个圣经里面的话 刚刚听到这两岁他们的见证 我觉得特别是徐明弟兄 他已经在那个队的跑道上 但他不知道该跑下去 就换个跑道 结果那个跑道跑了十年 后来还是回到了跑道 那你们第一队的夫妇呢 原因更不知道是有另外 只知道是有一个 拜贼租的 那我们人生呢 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呢 我们一切可能说不知道 我们以为人生呢 是只有一条跑道 因为大家都在跑 所以我们也是跟着跑 但是跑 你知道这个跑道 这个跑道引到哪里去呢 我们却不知道 我们却不知道 各位知道 大概两年前呢 在波士顿 他们每年呢 都有一个国际的马拉松赛跑 那个马拉松赛跑呢 是非常有名的 世界各国的好手呢 都会到那里去参加 但是那一天的跑呢 确实很特别 当大家都呢 都在那边很兴奋的 然后从各方的 这个好手在那边 具体跑的时候呢 大家都想什么 用你最好最快的速度 跑到那个终点 去赢得奖赏 说明还破纪录 可是却不知道 在跑道迎接他们的呢 是两个另外的年轻人 恐怖分子 用炸弹 炸坏了他们的人生 所以你先跑道的人呢 反而是蒙了这些损失 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跑道 我们以为 我们都在跑 尽力的跑 而且跟我们的一些 可能是好朋友一起在跑 跑的时候也觉得很 很好 但是我们知道在跑道的时候 终点是什么 会不会是炸弹 如果 那些跑 那些选手在跑的时候 他们知道 有人告诉他们说 在终点等着你们的不是奖赏 而是炸弹 你想他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他们可能就 跑慢起来 但是跑慢 跑慢就是 你的选择吗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要讲到选择 阿们 我们人是可以有选择 阿们 只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该选择 哪一条跑道 阿们 那个终点呢 不是炸弹 我们人生呢 其实终点呢 那个炸弹呢 对很多人来讲 今天呢 是一个逃死 最好心脏病发作 一下子之间 如果你是 中风啊 或者什么癌症啊 或者是拖拖拖 但拖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还是免不了 你的炸弹 把你一身 你所认为是赢得的 全部一下子就炸掉了 我们是什么都没有 最后可能留下一个墓碑 唯一的区别就是 墓碑上面写些什么东西 我们的生成年日到最后的那一刻 可能有长短的不同 但是呢 其实都是一样 我们看人生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人真的往那个房里走 可是今天 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阿们 我们的人生 不是 终点 一定是那个死亡在等着我们 阿们 我们却可以有一个永远的生命 阿们 刚刚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 他们提到了 这时间我们提到 他们是我的 这个学弟 那么以前在大学时候呢 我是 四年 我有一个同学呢 很好是一个基督徒 一直就像今天晚上一样 就是来邀请 那时候我就觉得不是邀请 我就是骚扰 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好像真的是没事做一样 就经常就来喊 就是一定要去找你去听福音 去聚会 是不是 就是这些人真的是吃饱饭没事做嘛 对 为什么 我觉得很需要的这些世界上很多其他人需要 但是我不太需要 我跟各位稍微讲讲这个跑道的事情 我来大学的时候呢 我是一次参加 那个运动会 四运动会 我得了三面军牌 我是一百公尺 两百公尺 十百接力 我运动很好 然后我也是篮球校队 你最近在看很多年轻人看这个MBA 我那时候大概平均是 一场大概是二十四跑二十五分 然后说起来 女朋友也很多 功课 大阳好 那时候我们那个 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 叫做篮球情人梦 所以呢 我篮球也有 亲人也有 那梦也有 那梦是想什么呢 像有一天 我 我要去游美 我到那边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我们人生都有一个庞节 那时候我是1976年第一 所以你们大概大学第一 你们大概知道我多大年纪了 那一年刚好什么 在台湾退出联合 然后我抽签 我当时要当典典典典 我一抽呢 抽到了金马奖 那时候到金门呢 还有单党装夺党 就是说单打呢 就有炮弹打过来 炮弹不长眼睛 落到你头上的时候呢 就像那个啪 一下就全部命了 那双不打的时候呢 双方还派了嘛 水鬼 过去隔头了 所以每一次太阳一下晒的时候呢 心里就很寒 你晓得一个 对一个二十二岁 刚刚大学低业的人啊 前面是前途无量 充满了我们各样的床景 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到那时候 我突然一下觉得说 太阳一下山 我真的不晓得明天看到了太阳 所以那时候呢 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恐惧 然后我开始想 我人活的为什么 我今天二十几岁我不想死 我到了八十岁我还是不想死 有些想死的 但是那个死亡 它来的时候就是 蹦一下子你的人就没有了 在那时候 我有时候来到金门晚上 我是那个波音队 那我有时候晚上呢 半夜 下班 然后突然透过去 你看 海岛上面 整个银河系 好漂亮 我是学科学的 你看这个银河系呢 这么有规律 有次序的 它不是偶然 它是有一个律在那里把它控制住 那么宇宙里面 这么多这种东西是有规律的 那我人 我在地上 难道我的时间就这么短暂 可是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会想到永恒 你们刚刚结婚 你们结婚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说 永欲爱河 天长地久 此情不欲 是不是 好 这是对于爱情 但是呢 还有我们对于事业 这想是什么 流芳 万世 万世 以前的国王 都叫万岁 今天叫万水 可是他就不想死 还想死 那我想说 那我二十几岁 我不死 到我八几岁 我所多得的是什么东西呢 不过是 人生的酸甜苦了 那难道这个就是我们人 就是难道 就是为了这个 在地上 要这么样过一生吗 我那时候很不甘心 我一直对着天上去 宇宙啊 你如果里面是有一位创造者 有一位创造了天地宇宙的 这么有规律 有次序 你也到了我 你要把我人 我的位上 你要告诉我 我里面有个呐喊 好 简单谈话的 我那时候 后来我在金门推议 然后我回学校 去当助教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 没有网络 所以我们要留学呢 那时候考托福什么 都要重新去报考去什么 然后考 然后我回学校的时候 我那个同学呢 他又来也是当助教 又找我 所以我大概 我是六年拒绝 你知道我们人一忙的时候 就跟我刚刚想说 跟那个李弟兄一样 一忙的时候 我现在是留学了 我这个 离开了金门 那个绅士官说 我现在是留学 我现在梦又开始做起来 那常话怎么说 我那是拒绝 然后我到了 美国去 那么在美国呢 我们那个地方呢 当时是 台湾去的留学生不多 大概二十位 那我们会有一个聚餐 那第一次聚餐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 那么这些的学长学姐们呢 第一个 他们英文友好 他们美国生活也懂得了 那第三个 他们呢 功课也快毕业了 这不是我来美国的梦吗 结果我一进去的时候 发现到呢 不对 每一个人都在抱怨 你晓得我们人有个痛病 今天叫做抱怨俱乐部 你跟什么人在一起呢 发现很多人当他谈了 谈了什么 气候又怎么样 政治又怎么样 哎呀这个几张 什么都在抱怨 抱怨讲究竟不好 抱怨这个 哪个老师好 哪个老师不好 吃饭前 抱怨到吃饭 吃完饭 还在抱怨 男生一做麻将 在抱怨 女生打大风 还在抱怨 我当时想说 我这个人生的跑道 我以为我死 我那时候做我全班 算是我第一个去美国的 我是一月份就去了 他们大部分人是要到八月份去 我以为我是赢在起跑线上 赢了半年 结果一去发现到 不是 这个跑道是到处往哪里走 我不晓得 好像在一个很涌集的车站 大家在挤一挤 来了一辆车子 也不晓得那辆车子往哪里开 插上车了 能够抢上车的话 就觉得赢了 然后上了车一看其他人 就说这个车往哪里走 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人生 就是这样湖里湖 因为大家都在 一窝蜂地往什么潮流走 我们就不晓得是往哪里去的 那我那时候 哎呀 那我想说我来美国是怎么来错 那正在考虑的时候 全部都在放二十一 在抱怨 那我就看见角落 做一个女孩 很胖很胖 胖得像一个 像弥洛佛那样 可是呢 他虽然胖 他现在 唯一全场不抱怨 那我想说 最该抱怨是他 那他想说很喜乐 而且很笃定 很有把握 那我想说 最不该有笃定把握是他 他怎么会那么喜乐 我就很好奇 我就过去问他 我说 难道这些问题你都没有吗 他说这种我也有 但是我里面有耶稣 把我吓得一跳 这个耶稣不是挂在十字架上吗 是不是 然后呢 教堂里面 然后你实在就是看看他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 平常无事不登山宝殿 一不找我 我也不找你 是不是 跟你们以前一样嘛 对 然后呢 真的是出了车祸 得了癌症 失恋了 没有办法了 那去找他 帮帮忙 那帮了忙之后 拜拜 那怎么耶稣往里里面去呢 这个引起我好奇 那我听他讲他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个基督徒呢 他是不一样的 他里面有个东西是我没有的 他里面有个东西 能够胜过一个女孩子 最 最要的这个 最不想要的肥胖 他能够胜过这个东西 哇 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 一个生命的 有时候好 他里面的耶稣我想试试看 我是这样信主 好 我刚看见 那个 再跟我很快的提一下 那个胖女孩子 他是一生的 只有在那个时候 而且胖的大概 他身材不高 大概只有 我不晓得多 大概就中了二十几胖 快三十胖 那后来呢 我们开始认识说 哎 瘦回去了 但是我太胖了 再讲一下 然后从那个时候呢 我开始就换一个人生跑道 我换一个跑道 跑起来呢 太有意思了 那我发现到呢 这个我们人生啊 很多人我们是 不知道有另外一个选择 然后当这个选择 有人告诉你的时候呢 你现在觉得 哪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不是过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换一个跑道 我们只觉得 我目前过得很好 我在美国呢 听过有一个人问 因为美国人经常讲一个 你过得怎么样 so far so good 到目前过得很好 那你需不要信主呢 不需要 因为so far so good 那他们讲什么呢 不是有很多的高楼吗 可能是101高楼 那你看到有人往他跳 跳到第80楼的时候 你问他 你做得怎么样啊 so far so good 到了七十几层 问他怎么样 so far so good 还过得不错 但再过去一秒钟 蹦的时候 就像那个 马上的跑跑 最后 人心切手了 所以收放收歌不行 我们如果知道的时候呢 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我们就应该做一个 聪明的选择 我们可以欢迎 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各位提一下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 第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七章 我来读一下这里 你们只要进去载门 因为一道而坏了 那门坏 那路坡 进去的人路坡 那路坡 那路坡 走走走 走走走 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人 这里头呢 我们看见我们人生是有两条不同的跑道 我们怎么跑 那是我们可能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过 很多人不晓得 其实我们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 跑到终点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雾背影着我们 但是我们看大家好像都不在乎 有点像鸵鸟把那头塞在套 反正就是把收发收顿 别人就觉得 啊 就在挑乐子 啊 人生过得更好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个跑到后面叫做引道悔患 门很宽 什么人都可以过去 啊 路也破 哇 跑的人很多 今天整个人生啊 人都在这跑的上面 但是我告诉你 这条路呢 是叫做引道悔患 有一天一来 我们的一生呢 就这么白白过去 我们人只有一次的恐怖 但是如果知道到最后是一个悔患 所有东西就一下子像那个 泡沫 啪一下就没有了 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 叫做引道生命的 这个生命呢 不是我们人 现在这个短暂的生命 这个不能叫生命 我们今天的生命 我们要锁在这个生命呢 生命里面告诉我们 叫做神的生命 是一个希腊字呢 叫做肉A 跟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 活的生命 肉身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一个非受造的 是一个不能朽坏的 是一个不会衰残的 摆到任何环境里面 他不会被玷污的 他不会同流合乎的一个生命 你看主耶稣来了 他可以跟罪人吃饭 他不会犯罪 他里面就不一样 阿们 李毅兄曾经 他跟那些打 打青狗 他打青狗怎么打 你刚开始不会打 不会 是不是跟有一些人 就打他打 慢慢就学会了 打麻将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 很多东西我们就是这样子 就被污染 然后我们人里面那个生命呢 它有个本质啊 我们人的本质呢 都在里面被修坏 因为有一个毁坏的成分在里面 阿们 各位有没有看到说 我们去买这个牛奶 买豆浆 买肉 上面呢 那个操商都给你们 有标号 有效日期 到了有效日期的时候呢 他就只能换 为什么换呢 因为他里面有个小贩的成分 阿们 而且在有效日期 来到之前 你要特别摆到冰箱里面 保在一个特别的温度 如果温度不对的时候呢 他有祈祷就换 那跟我们人 今天我们人的 这个 肉身的生命 还有这个 我们的魂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你是有吃有喝 或者很 但是你心里头不畅快 不对劲 或者人的一个什么 就画一个眼神 你就搞了你这个 颠翻地覆的 阿们 都是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人 就很容易受到抢了 阿们 那这里头我们告诉你 有另外一个选择 叫做永远生命 阿们 那是神 神的生命 他 不会朽坏 打到任何的环境 他不会被玷污 而且呢 他这个生命呢 是在任何的场合 而且过了很长的时间 他都会 一样的灿烂 那个彩色是缤纷的 阿们 我那时候信 我在美国后来信主 我那时候在U.C. Berkeley 那时候我念的戏呢 我是转戏 阿 那 那个学校都是排名第一的 可是呢 到底你的压力呢 就大得不得了 那我那时候认识了 教会里面 刚刚 有一位年老的夫妇 他们是比我大五十岁 其实那个年轻人呢 通常不太喜欢跟很年长的人谈话 阿们 因为他们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还多 是不是 经常会给你一些 不用花钱就有的教训 是不是 可是这一队呢 就很特别 他们呢 结婚五十年了 在一起的时候呢 哇 我在想 我跟我太太刚刚认识 阿 结婚 我们还没那个 那个爱情 还没像他们那么前面 他们那个眼神 彼此的对话 那个对话里面那个 我以为真是很羡慕 我到了年老的时候 我以为有这样的一个人生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一个生命呢 是一个 你即使经过很长久的时间 不会变成老夫老妻 结婚的时候是新郎新娘 到了晚上就变成 老夫老娘 脾气抱起来的时候 不对的时候 那讨价咱跟什么的 但是呢 哎 你得到另外生命呢 是你整个人生 那个跑到那边 跑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的一个灿烂 新鲜的 甚至结婚五十年 还可以这样谈恋爱的 哇 那真是行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呢 不是讲一道理 基督徒是把一个实际的生命 教你得主了 阿们 好 那我接下来呢 我就愿意跟各位分享这个 在路加福音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可能我想在座 很多地方准备 你们也很熟 那我今天所要讲的呢 我是特别要选几个字出来讲的 好 我们先来把这个故事呢 先读一下好不好 耶稣就说 一个人有两个本事 小小人可以请说 父亲你请把为我的那一份加强给我 阿父亲就把自己也分给他们 过来不过去 小人就收拾一切 其身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生活放大 为活加产 既靠近能界 留意找大地方大造进化 就从他起来 于是去躲到那地方的一个军民 大人阿爸高到自己的便利去帮助 他恨不得他祝所 舍得用家的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不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事 我没有用云 我都要在这里喝死了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我犯罪有罪 并得罪了你 我不可以再生回你的儿子 他无法做一个过目的法 于是他感到他 父亲那里去 向你怀怨 他父亲感谢 求同了私心 好去到着他的心下 热血了你怕清罪 可是说 父亲我犯罪得罪了你 并得罪了你 我不可以再生回你的儿子 如今的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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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到他上好的套子 拿出来 给他穿 把戒指盖在他手上 把戒指盖在他手上 把戒指盖在他脚上 把那肩幼肚 现在还在他 让我们时乐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死而又何的 阿弥陀佛 快乐起来 好 大家稍微知道这个故事了 那我现在就跟各位讲一讲 圣经呢 也就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那么尤其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呢 圣经甚至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它都有一个很深的 含义的 好 所以我今天呢 我就要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这一个故事呢 耶稣一开始就说 一个人 有 两个儿子 那这个有 这个字呢 在 我们中文里面 或者在圣经原文 这个字用希腊文写的 这个字呢 它有几个含义 这个有呢 就是说它是拥有的 那这两个儿子呢 不是从石头里面碰出来 我以前不信主 就想说我们人 明明从我们父母姓氏拿到背后 我们那时候很多流行进化论 就像有神者 但是其实你真的看的话 第一个生命怎么来 进化论 你没办法解释 而且呢 我最近 我又跟一些学医学 我前天刚刚在阳明大学 跟医师的学生们看 他们学医的 哇 他们要背那个骨头 哇 他说太勤了 他在每个骨头上面呢 他都有些洞 为什么会有洞呢 因为血管神经要穿过去 有的洞上面 他还有一些凹痕 是为了那个肌肉肌腱呢 可以在上面可以中坡 那你说 这个骨头 难道不是特殊设计出来 才能在某个地方有个洞 让血管让神经穿过去 我们不信神的时候 以为什么东西靠我 我自己努力的时候 什么都是我 我的 我 人定胜天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体育也好 功课也好 什么什么都好 像我这种人不需要神 失恋了 得癌症了 你们需要去到 到耶稣 但是我不知道 我这个人来 我今天有一口气 今天的阳光 今天的水 今天的土 今天整个社会 让我们有个平安的 哪一样东西 是以为是我自己该有的呢 我们都没想到 我们都什么 英文叫做 take for granted 中文就是理所当然的 FINAS是我的 好 其实我不晓得 我们都是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就代表 我们的神 造的我们的神 好 他有两个儿子 小的对父亲说 父亲 请把归我的那一份家产给我 好 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请 这个字 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 特别打加进去 你看英文里面是 Give me 给我 我们都觉得 我觉得 所有的我的聪明 我的才智 我的努力 我的事业 我的学业 我的家庭 我的什么什么 都是我的 是我 我 我可以来控制的 我可以来控制的 是归我的 我们人虽然这样子呢 要求呢 我们的神呢 是很宽大的 他不是小气的神 你看他什么 他父亲 他儿子这么说 父亲 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好 现在开始呢 有几个旧这个字呢 是很特别的 你讲我们中文用这个旧字呢 是因为 前面这个事情来了 然后呢 你是马上有个反应 你没有任何去跟他 这个对话 跟他讲 讲道理 什么什么是该归你的呢 没有父亲 没讲话 父亲听了他 他就 立刻就 这个讲出来啊 我们的神啊 对待我们呢 真的是宽宏 大量 甚至在我 有眼无珠的时候 我是弃绝他 不认他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 把我所爱的 给了我 阿们 我以为我当时那个 篮球 田径 功课 什么东西 都是干归我的 神也没有把我一盘收回去 他还是很大量 正如我的气息 我在金门 一个炮弹下来 我不是就变成前途不亮啊 不是前途无量啊 但是同样那个亮啊 一个是光亮的亮点 一个是能不能量的亮 但是也没有炮弹在我的头上 那我就以为 啊 我 这个 跑过来了 我现在要去做我的美国梦呢 我们这个人啊 心里面真是很小 只看到自己 没有看到说 神找了我 但神不给我们计较 我们看见神的宽宏大量 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其实这里头呢 只有几天 这个小儿子呢 拿到了这个 你看 父亲是就把产业分给他 小儿子就收拾了一切 这个就呢 这个小儿子 其实小儿子一直等 住在跟父亲住在一起 他不舒服 他拿了这些 他该得的东西 他就收拾了一切 他没有想到有一天 可以多留一天 在父亲的边上 他唯一想的就是离开父亲 好 起身往远方去了 没有讲多远 你知道 我们那个人 心不在父亲边上的时候 你就是在父亲边上的 父亲也可以察觉到 不是我想再做有些做父母的 你们就是 哎呀 恨不得把心掏给你们的孩子 在这孩子 然后你面前呢 他给你要东西 要了之后他就走了 尤其你现在 有些刚刚做父母的 知道 你们那个都知道 但是你们下次孩子来 再给你们要的时候 你们 你们会怎么样呢 明知道他拿了之后他就走了 但是你是不是还是给他 这个这种感觉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你晓得这个儿子呢 小儿子打包走的时候呢 他以为他是带走了他 父亲给他一些东西 但是那个行李里头呢 有一件东西呢 他把父亲的心也带走了 从那一天开始 父亲的心就一直是挂在这个儿子的身上 圣语里面讲到说 神爱世人 像我这个人 我是不认识神的 我是目中无人 心中无神的那个人 神还顾念到 圆望也方去了 在那里生活放荡 挥霍加财 这几个字 生活放荡 刚刚我们听这个李弟兄讲的那些 打麻将啊 这个是生活放荡 好 是不是我打算很同意吧 我想你也同意 是吧 但是我们其他人呢 我们就想到说 神给我们的生命气息 我们的材质 我们各方面 我们是不是也在那边生活放荡 我们不是用在神所给我们该用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消耗我们青春 我晓得年轻人现在网络游戏 还有下午靠着 还有人看什么年轻剧 韩剧 有人一看就是 有人看一天看一集不过瘾 要去租一集 整个花几天几夜来看 你晓得你生命就耗在这些 哭哭啼啼的里面 你的人生太宝贝了 神所给你的人生 不是来看韩剧 也不是给你上网的手机 在那游游戏里 神是让让你要过一个喜喜乐乐光明正大的 那个把神的生命来享受他生命的活主 他来的生命 这个是神所要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那边 只要你是远离的神 你的心不在神身上 你这个人生到最后 你的墓碑上面就是可能就这几个字 挥霍一切 我是放荡过一生 好 刚刚我们第一首唱的诗歌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唱 但是很简单的第一节 其实就是讲虚空 他的劳碌都是空空空 那英文叫做empty 这没有他想去得到 是把它装满 那第二节呢 他什么都有了 但是呢 觉得不满足 那个英文叫做vanity 第一个是虚空 第二个叫做空虚 虚空是什么 就是空的里面没有东西 但第二个 你以为拿到东西之后呢 可能里面你装了好像装了很多 发现到虚的 不实在 特别是女孩子 特别是女孩子 你看你那个 我们这个人生 我们这个人生啊 就会穷乏 穷乏就是里面是没有东西了 那是一个 大家都在跑的跑道 套进了一切 又遇到地方 打到饥荒 救虫 你看这里有一个字 所以你离开的神啊 你 这个结局就是 救虫把起来 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个是命定的 穷乏是什么 这位创造天地宇宙的神 祂是真正的富足 祂是真正的 那个丰富 我们没有的神啊 就发现到 这个人生是很穷乏 哇 你可以看见刚刚那个弟兄 是我妻子啊 他们弟兄准备 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 让他们讲三个动作 你看都可以讲 你弟兄跟他说 听他说讲很长的 最近就八分钟让你讲 你晓得了 我们人生不是到 我们呢 这个是 墓碑的时候就完了 我们还有勇士 还有福 那为什么勇士 勇士说这些基督徒在做什么 我们有说不完的经历啊 我们有说不完 哇 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富足 叫我们的人生 大家可以练 所以我们平常在这边 几分钟说的 到那时候要尽量的说 我们有说不完的这些经历 好 然后于是去投靠一个居民 那人打拔他到田里去放猪 这里会讲猪呢 就是犹太人呢 他们是最低等的 最下落 最污秽的 然后呢 他连猪吃的豆莢 都没有人给他 他就羡慕那个猪所吃的 为什么我其实有时候看到 有些 这边你在这中小中路 哇 这个里面很多人 啊 大半的飘在那边走的 在逛这边 好像在找一种东西 看到现在是很 好像是很 很漂亮 其实每个人都想 在找些东西 阿们 不能天满灵念的感觉 阿们 他醒不过来 阿们 太好了 阿们 我希望今天晚上 你听到这个 你晓得 你的来 你今天存在地上 不是偶然 阿们 是神造你 阿们 神给你的生命气息 神给你 让你今天晚上 有的机会 知道 你是有另外一个选择 阿们 你需要醒悟过来 阿们 就像那个跑道 他们知道 人所在跑跑 前面是炸弹 我这时候 应该换一条跑道 阿们 今天晚上 你可以换跑道 阿们 他醒悟过来 你看下一个字 就说了 你一醒悟 里面马上 就有这种感觉 自然的感觉 但他想的时候 是什么 我父亲有多少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二十吗 这句话很好 我要起来 阿们 他不要留在原来地方了 我要起来 阿们 起来到哪里去呢 到我父亲那里去 阿们 跟他说 父亲我犯罪得罪的天 他现在知道了 所有东西来的呢 都不是他自己该有的 是天给他的生命 他父亲给他的生命 所以他现在呢 第一个回到源头 得罪的天 得罪的你 但他感觉到呢 我不配 他终于知道 我不配了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因为做你的儿子 应该感恩的 你晓得基督徒里面 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呢 就是说我们是 凡是切恩 阿们 大家有听到过撒但 撒但怎么回事 撒但是神造的天使长 神把他造的非常的美好 美丽十足 而且智慧最好 最高的天使长 但他不感恩 不谢恩 他是一个忘恩赋应的 就背叹的神 他要跟神同等 他要高过于神 所以他在这里头呢 这个儿子呢 这里头想到 我不配 他开始觉得 哎呀父亲 我当时一讲 把我了给我 父亲就救给了我 我就离开了他 所以我连一个故宫都不如啊 故宫 还不会这样对待父亲的呀 我不配 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成个故宫嘛 故宫呢 就以为我们人呢 想说我行为不好 所以呢我需要做点好事 可以来 把基督徒照我行为改善一点 或者我圣经多读一点 或怎么样 没有 神不需要我们做故宫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了 相离还远 谁看到谁 他这个儿子回去啊 就看着地上 一直在那边背他的台齿 刚那时候不要说落枕啊 父亲就不收留他了 所以他在那边一直这样 啊父亲 我得罪了天 你得了 但是他父亲呢 你看 从他离开家的时候 因为父亲的心被他带走 父亲在远方一看 那个山坡起来 看到一个人影 那个人影就是他儿子的身影 啊 哇我就 你看老婆这个是老花眼睛 父亲的老花眼神不会老花眼 神不会看错的 只要你信后有一点点心 你愿意起来 哇 这个神的 余是什么 他看见了 救 又是一个救子 哇 父亲只要一看见了 神的心就动了 心是动了 心动了 他就跑过去了 为什么要跑呢 因为他等不及那个孩子 慢慢走过来了 这个儿子一直看着地上 哎呀 太慢了 在2015年结束之前 跑过来迎接你 今天晚上是一个神 跑来迎接你的最好的机会 跑过去抱到他的井下 热切地与他亲嘴 咬得儿子不来 一定是破 因为饥荒了 他连猪吃东西都没吃 身上一定破破烂烂的 而且满身是满 猪烧味 而且可能很久没有洗澡 那味道好闻吗 铁定不好闻 可是对你这个父亲 这一切事情 都不生问题 父亲要的是你这个儿子回来 你这个儿子本来是属他的 现在你愿意回来 只要回来 虽然你存心是来做故宫的 不是做儿子的 带着你回家 父亲就 心就完全在你身上 他是 不管你身上什么味道 他就抱着井下 清洗嘴巴 今天 神很乐意 愿意来 抱着你年年清嘴的 儿子说 好 这段话呢 就是儿子呢 他在那里 他就被他的台词了 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先 得罪了你 我不配战 成为你的儿子 这里头我告诉你 原文里面 这里不是句点 这里头是点点点 他台词还没有背完 父亲却吩咐奴夫说 快 父亲等不及了 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 第一个 那袍子一穿呢 整个人看见了 你这个人不一样 你这个人不是企业 不一样 袍子是有一个地位的呢 我们一信主啊 我们这个袍子 我们身上的所有行为呢 都是不堪的 讲起来都见不得人 但是 你知道 基督徒才会说 这个李律兄在这边 会跟他讲说 我以前是那样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讲的时候 还是很大方很喜乐的 我们是 发现到 我们以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穿了一个袍子 是我们不配得的 但是主立刻给我 实际上讲这个 我们是被神称义了 是一个对的人啊 好 不但给他穿了 第二个 把戒指在他手上 你知道古时候戒指呢 就是你做 盖文书啊 你能够执行这个 这个各样的权柄的 这个事情呢 我们今天呢 是有权柄来做神的儿子的 有一个经节 约翰 福音第一章讲到说 凡愿意接受他的人 欺负他的人 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子 所以你今天晚上 愿意祷告接受主了 受尽了 你就有一个戒指 是神的权柄在你身上 你就成为一个神的儿子 你再不再是 你只是一个人的儿子而已 然后呢有一天 就找到这个墓碑而已 你是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面 你的地位也是叫做神的儿子 把鞋穿在脚上 我们讲他穿鞋做什么 就是我们走在地上 不会被地来碰的受伤 也不会受到地的污染 我们今天所过的日子 多少的事情 因为新闻简直不能 有很多很多不公不义的 不法的恐怖的事情 对不对反恐 哇像芭蕾那样的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多 但是呢 感谢主 我们信的主 我们有一个保护我们的 不受玷污不受灾染的 携传在我们的脚上 我们每天走的路 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 然后这儿子回来呢 他的肚子饿回来 父亲为他预备了这么好的东西 跑着披在身上 借着在脚上 戴着手上 鞋穿在脚上 肚子还是饿了 没有问题 父亲是准备好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是讲的叫做生机的救恩 这些东西呢 神今天给你的 他不是外面的 给你这些东西 地位上改变了 他最早 他知道你里面的饥渴 你里面的不满足 今天主耶稣呢 就是那个最备好的肥牛肚 主耶稣他来了 他说要给人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看基督主 为什么很喜欢他们 他们这个 对于家庭上做见证的 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跟我太太结婚了 我们今年是40年 我们现在还可以说 爸我们也在读病院 怎么可以叫我们天天喜乐 因为我们天天有这个肥牛肚 就是主耶稣做我们的享受 我们讲不完他的丰富 今天中午呢 有一些弟兄姊妹找我们交通 我们讲不完 他们说 王弟兄你们以后来 我们一定要再找你们交通 告诉你 弟兄姊妹 我们在一起去 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的肥牛肚 让我们吃喝快乐 所以基督的生活呢 不要看到我们这个聚会 因为基督生活 是一个吃喝快乐的生活 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得 死而复活 是而又得了 现在得过来了 他们就快乐起来 最后这个就太好了 前面这个儿子呢 要求东西 他收拾东西走了 他就频发起来 那这是过去的历史 就像我们人生以前跑过的 今天你换了跑道 你就可以有一个最后这个 就快乐起来 祝福大家 今天晚上 这个就快乐起来 是可以成为你的 那么后面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很快讲一下了 那另外一个儿子呢 他是在田里 他在父亲面 他没有离开家 可是呢 他的心不在父亲身上 他看到他儿子 那个弟弟回来了 他就生气了 你看这里头 大儿子就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看啊 我向奴仆服侍你这么多年 神没有叫我们向奴仆来服侍他 甚至叫我们向儿子来享受他 可是这个宗教家呢 就是以为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来服侍神 然后呢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然后你没有给我一只三羊羔 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 这个大儿子在父亲边上做了很多苦工 他是想嘛 得到一个公价 父亲给他一只三羊羔 叫他去跟朋友快乐 不是跟父亲快乐 哇 这父亲你看 但父亲也没有跟他算账 我们今天呢 其实从神来找到好处 我们自己享受 没有说我们在神里才能享受 这个叫做宗教家 各位 我们今天呢 不是给你的宗教 我们今天让你认识这位神 你这个儿子 吞进了你的财产 来了 你为他带个肥牛桶 父亲跟他说 孩子 你始终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如果你是在很多年代宗教里面 我今天也告诉你一个福音 放下你的观念 不要像奴仆一样服侍 你回到你儿子的地位 享受父亲一切所有的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 我们礼拜欢迎喜快乐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读下第六 诗篇133篇 第三 主啊 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神今天呢 是一个赐福的神 我们不要过年 要马上过年了 不要在门上 可以一个福导过来而已 你要一个真正的福啊 就是你接受了主耶稣的生命 这个福了 永远的生命 到了你的里面来了 叫你是人生 开始不一样了 不是过一个今生 有久经测对的生活 有一天墓碑等等 我们是一个永远生命的 是一个不会朽坏 不会玷污 不会摔残的一个生命 是一个喜乐的 我们的结局 是跟神永远远远地享受的 而且跟你亲爱的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永远生命地成为家人 享受 我们墓碑不可 我们人可能不要死 但是呢 我们时候不是就要死 我们有一个永远的 神的永远生命 要赐给大家 好不好 我们最后呢 我愿意说 你来信心 现在可以跟我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 我们可以来改变人生的祷告 希望你里面 就醒来 就醒悟过来 就跟我一同来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也跟着祷告一句 周恩祷告 好不好 我们把祷告闭起来 不要乱别上去 我的心爱经 神就在我们面前 主耶稣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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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认识 祢是造了我们的神 不是我们所造的神 我们本来就属于你 但是我们不认识 我们以为拿了你的东西 离开你 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就重罚起来 这是我们的人生跑道 谢谢你 今天晚上 我可以醒悟过来 我要换跑道 我要回到你身边 我要接受你 承认你 是我的神 你是为我预备的这一切 你不在乎我的身上的味道 你是连连与我亲嘴 你的爱 充满了我 主耶稣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一生的满足 做我天天的供应 主耶稣 谢谢你 我们礼当快乐 主耶稣 我愿意 回到你这里 求你进来 做我的生命 做我的满足 做我的喜乐 做我的喜乐 奉你的名求 Amen 祝福每一位 Amen 你们可以换一个人生的跑道 Amen 今天是可以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就在于是否愿意拣选就在今天 Amen 转换我们人生的跑道 Amen 就像刚刚经节所说 最后说什么呢 因为 凡乎求主您的救必得救 亲爱的朋友 这些许多的亲友呢 刚刚的祷告就是我们得救了 Amen 把这位主呢 简单的接受进来 Amen 然后我们再读最后一句 凡乎求主您的救必得救 一祷告乎求主就得救了 Amen 使我们的人生跑道能够有所转换 Amen 那另外就是第八处 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好不好我们再一同来宣读 信而受进的必然的救 今天就可以了 Amen 简单的相信就得着六位宇宙之宝 Amen 就会照天地宇宙的真神 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了 Amen 照着这经节呢 还有一步 很重要的一步 Amen 信而受进的 Amen 义人得救 也就是相信是得救了 那受进是什么 就照着这字面意思 受进是把我们进到水里面 Amen 我们已过所有种种的生活 神都要把他埋葬掉 Amen 神把我们的这个救人 我们在身上许多的宣布 就像刚刚弟兄所说 我们身上的所有各种的味道 全部啊 神的救法就是把他埋葬 Amen 所以世界 把这位生命宇宙的主帮带回家去 Amen 所以就能够喜喜乐乐的回家 Amen 我们不同的人生 Amen 如果你还有一位 可以与生命宇宙的朋友 可以再有一些的交谈 Amen 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边 Amen 在后面呢 就可以 就可以跟身边的朋友 就能够一同的谈 后面就可以换衣服了 Amen 我们在这边 Amen 最后呢 我们有三件事情报告 Amen 第一个感谢各位的福音朋友 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你们也能够选择一个 平安喜乐的道路 Amen 进入神的家中 Amen 今天想要受敬的 进入神的国路的福音朋友 也要请到那个 我们在那边 有已经为你们准备了 受敬的衣服 Amen 不好意思 有没有 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说 今天晚上你就愿意受敬的 或是你几个心会带起来 Amen 谢主 Amen 你们带起来 好 请 压食动机呢 我们也有帮你们预备好 我们的静衣 我们那边有的 弟兄姊妹会在那边 服侍你们 他们会安排你们 压食动机的程序 女生呢 可能就在女生厕所 男生呢 可能就在我们的小房间 跟男生那边 我们准备好更衣的地方 好 我们准备好 我们的手手手边 好 那最后好 两件事情 报告一下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请 今天请养娘的福音朋友 记得填写你们的回想卡 都在那个牛皮紙袋里面 记得你给他填写回想卡 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请弟兄姊妹 你听我们主日是在 信基大楼的二B 和B2 地下二楼 还要是九点半 所以今天主日就到信基那边 主日 好 那我们继续都请在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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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